接下來會有一部分的教學是會教大家如何把貝斯的彈奏應用在吉他上面 讓我們吉他的彈奏更豐富 在貝斯的彈奏概念中主要利用他貝斯低音的特性搭配我們每一個和弦的根音 他就可以在音樂中用低音鋪滿整個音樂的底層 再加上他節奏就可以搭配出有趣的效果 那麼在一般的吉他彈奏當中我們大部分會像這個樣子彈奏 你們可以發現到當你們在彈奏類似這樣子的指法的時候 我們右手的大拇指其實就是一直在彈奏我們每一個和弦的根音 所以在想法上其實我們也可以把我們的大拇指當作是貝斯來彈奏 那麼在這邊我就可以利用貝斯的彈奏概念 把我們右手原本大拇指彈奏的東西改成貝斯會彈奏的東西 他就會變成這個樣子 0 MS rea